这个小店真的蛮有意思的 我跟老板聊了一下天 然后呢这个老板是赫南老乡 在这边开的 在广源路194号 小小的里面蛮温暖的 还有两层 你看上面折叠这个窗户了吗 是一个小二层 下边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座位 蛮有意思的 有机会可以过来喝一杯 这个叫 你看 Goldest Dancing 你们这个画 这是你写的吗 这是我们的客人写的 挺好看的 我来六七年终于开了一家咖啡店 累死了 衡山路这边我看到一个小窗户 这边好像是咖啡店走进看一下 美社20 安塞24 平平 对 对 我们大概三个杯 好 可以进来 这是从哪进去了 我就在想 难道是从这进的吗 难道是从这进的吗 哦 还真的是 从这边可以进 因为小姐姐说前面有三杯 要等十分钟 我就进来等一下 我本来想是直接带走的 我认为超红色的 我认为有用戏 我认为有agen 我认为有同红色的 有点灯 我认为有点灯 热的吗 热的 好的 你们开多久了 三年半 这么长时间了 为什么我是第一次路过呢 说明你不太走恒山路 好像是的 你们还配一个大白兔奶糖 这个店已经开了三年半了 这个店叫无穷咖啡馆 它就在恒山路路口的地方 我的确是 他们说开了三年半了 然后呢我说我第一次路过 好长时间没有来恒山路 然后里面就有一个客人就说 我觉得这个咖啡馆是附近最好的一家 这个小姐姐在做的时候呢 预浸泡了时间还挺长的 觉得喝起来还是蛮顺滑的 不过有一丢丢的这种色感 我不知道是咖啡豆本身的味道还是怎么的 但我觉得那个小姐姐脆的真的是蛮好的 这个稍微凉下来之后我觉得还好 最近这段时间我感觉像新天地这边的店面 人也越来越多了 今天这个这么火的阿摩手作 点一个这个新品吧 它的这款姜枣水牛乳 喝喝看 现场没有人 但是这个等单要等这么久 你看啊 有144单 我还要等一个多小时啊 那我先去吃个饭吧 吃完饭再过了 那我这两个小时都要在周边了 我本来想要离开的 小伙伴们就这一杯阿摩手作 我这个硬是等了两个小时才拿到 这个东西我真的是想不通了 为什么这么多人 我愿意等这么长时间来等这杯东西 为什么咖啡就没有这么多人等呢 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我去比咖啡好喝我觉得 那种姜的辣辣的味道和这个牛奶 就是喝着好暖呀 我觉得它这个姜枣的味道融合得好自然 好舒服 确实是比咖啡好喝 我觉得比这种很多特调的咖啡做的都好 这味道是真不错 我觉得这个等两个小时还是值得到 以前有人问过我我穿的T恤是哪一个 这件 我发现他们的这种T恤很耐穿 他的T恤我都能穿至少三年 最长的有穿过五年的 像这件就穿着就非常舒服 你看新天地这边开了一个ASOF 我上次来的时候 他这个店还没开 还在装修 现在已经开了 他们这边是可以体验的应该是 你看这边一个水龙头 没水 我以为是有水的 我看一下这边有没有水 我估计是没有开 你看这三个有一个是护手霜 一个是身体乳霜 还有另外这边是橙香的 它的味道我闻起来好自然 广西沙干果皮油 还有迷迭香叶油 还有北非雪松树皮油 就是它这个原材料 我闻起来都是很森林里边的那种感觉 他们现在应该是现流的 所以说要在这边等一下才能进去 谢谢 谢谢 小姐姐还倒了一杯茶 可以喝着等 左边这款是会有带磨砂颗粒的 是会有苦神的味道 这边吗 对 那右边这个是没有磨砂颗粒 它是会有我们广西沙滩果皮油 迷迭香 还有就是说我们北非雪松的味道 会比较就是有草木的味道 我刚才我在外面试的那个 护手霜好像是这个 对我们同款的话也是会有护手霜 帮你洗好了 帮你洗好了 没没没 你这个这么热情的 我们都是会要帮互费洗手的 然后呢我右手可以试一下橙香的 左手呢试一下这个天竹肥的 这款的话是会面部保湿喷雾 那它就是会里面会有加精油的成分在里面 它会有更好的帮你进行一个保湿 它是自带那个喷的那个方法 它就是在坐飞机很干啊 那你脸部很干你就觉得很难受 那你喷这个会帮你就是进行一个舒缓 这三个呢是我们的一个面部精油 还有一个眼部精华 香水会有四个调 还有花香 猩猩 木脂 还有负运四个调 一共有六瓶香水在收 然后这边的话是会有一个面部去角质膏 还有一个吉哈保湿面膜 它是那个栏杆取高质面膜 这个是他们的产品的单子 北非的一个城市摩洛哥 那它就是会有木脂 然后会有点果香像香绕纸上那种味道 帮你喷在布袋上 你可以回去慢慢闻它味道 那这个一共是三件商品保湿烹雾 天主海的这个身体 还有一个吸收液 这个店里边啊真的是 体验感做得非常好 就是我感觉他们的导购 好像是一对一的来就是接待你的 我进去了之后 他会把他们所有的产品给你介绍一遍 你想体验哪款产品就可以直接来体验 人生中第一次这个一个小哥哥亲自帮我洗手 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啊 差点绷不住了知道吧 给这个毕岛买了一个这个笔 给它的是这个绿色的这一块 这个是那个复刻的颜色对吧 那可以试写一下哈 最近您要确保一下它的试写数学是没问题的 East Kitchen的二店 那这个二店主要是以吃的创意的贵州料理为主 你看前面的这一排这个玻璃外摆 哇很有感觉的对吧 我们之前不是跟他们联名做了一款咖啡豆吗 然后你们应该是喝过的对不对 他们现在开了二店 是贵州和西餐融合的这种感觉的这种创意菜系 可以尝试一下 这边是一个酒柜 旁边就是厨房 那边是吧台 他们的这个意面感觉闻起来是我们吃到的中餐的味道 哇它这个面上面裹的这种花生酱吃真的 好香啊 吃了一点都不像是那种西餐的那种意大利面 就是我们辅责我们中国人的味的这种意面 小伙伴们我路过了一家店 然后呢这个店呢我听他们说是卖手办的 叫Farmer Bob 我进去逛了一圈了之后 我硬是没有看懂这个店 是因为我老了吧 进去了之后感觉那么大的空间里边没有商品 就在前面有一个这个咖啡的吧台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卖啥的 有没有来过的小伙伴 了 对 挺好 真的 我